打开微信 扫码健全与车友大V开启热聊 风田荣放 之前我们拿它和长安4S75plus一起来做过一期节目 坦白讲太不公平了 论性价比在座的各位都是乐色 所以我们来单独做一期节目 聊一聊全新荣放这一台车 好多买风田的朋友都是彻彻底底的够用党 这台荣放就是一个够用车型 它的动力不强 2.0升发动机最大是171匹马力 风质扭矩209牛米 10.35秒的破败成绩完美契合了 马马虎虎又不是不能用的水平 就是跟上一次7.8秒破百的CS75plus一比 确实有一丢丢没排面 最近几年同级别合资车的动力 就好像明特尔家的牙膏一样 挤的不是很积极 而自助品牌已经涌现出了很多 0.8秒左右的SAV 甚至6秒内的小钢炮 将来我们只能说自助品牌 yes sorry sorry跑题了 那合资车的加速性能虽然进步不大 但TDP是在不断的优化 这台荣放的百公里综合油耗 只要7.8升 简直省得不像一台四驱车型啊 而且你们知道它有多平顺吗 就好像巧克力一样 不过我们并不推荐这台2.0升四驱车型 它的定位就是一个大写的尴尬 我们稍微键盘一点来分析一下它啊 论价格它要比2.0升两驱车型贵了不少 甚至和2.5升双擎车型有一些重合 论油耗 理论上2.0升两驱会比它省油 双擎车型会比它省更多的油 论性能这一套四驱最大可以给单个后轮分配50%的动力 很强 但是需要记住哦 这台车100%也就是171马力 配上传动效率一般的CVT变速器 实际上的轮上马力相当有限 那感受到了吧 真的就是一个大写的尴尬 其实这次全新荣放真正让人稀罕呢 是定位最高的双擎四驱车型 它的四驱方案是在两驱双擎的基础上 给后轴上单独配了一个电机 这样两台动力电机可以秒杀2.0升车型的发动机 再配合上178匹马力221牛米的2.5升发动机 三个引擎组合起来 感觉完美的兼顾了经济性和动力性 不管是低速拼起步还是高速再加速 应该都是不用担心的 当然了我还没有去实际试过它的双擎四驱车型 但它的键盘值真的已经爆表了 它是没什么明显的缺点 就是暴露了我们的一小丢丢缺点 钱不够买不起 全新荣放的另一个优点就是安全 这不仅仅只是在说它的安全配置高 也是因为在CI ASI的碰撞测试中 丰田是目前唯一一个没有搞中美双标的车企 在丑态摆出的对手们的衬托之下 丰田的表现值得鼓励 其实全新荣放还没有测试 但人家不要被打脸 有的当然也有失 不要忘了我说的是这台车不值得加价 一分也不值得 首先它的舒适配置真的是蛮低的 作为2.0升的顶配车型 这台车的副驾驶座椅竟然还是手动调节的 还没有电动尾门车联网导航之类的配置 所以从配置角度来说 起码我们这个车型真的是表现平平 马马虎虎 接着我们来聊一下它的内饰 全新荣放的内饰真的是挺好看的 特别是在老卡的衬托之下 布局更加简洁了 大面积的浅色看起来也是特别温馨 就是浅色不太耐脏 那颜值就是正义啊 而且材质也不错 这些白色区域都是皮质覆盖 那肯定不是真皮 质感也是比较普通的 那我把这种材质一般统称为有点皮 只可惜这一台有点皮的荣放 细节上还是有点经不起推敲的 这些像金属的试条 通通都是塑料 中控屏幕虽然是有10.1英寸 但是UI设计完全就是 国际一线大厂附属器配层旗下的 小作坊的手笔 好在我很快就发现了 它的一个小优点 全新荣放的旋钮和把手上 都用到了橡胶材质 摸起来很细腻 而且完全不打滑 耐活这点美好还没坚持到三秒 我马上就发现 只要稍微用点力 空调区域就会发出 咔吱咔吱咔吱的声音 非常带感 车内空间表现也是马马虎虎 不好不坏吧 比CHR强很多 比汉兰达差很多 但是它的储物空间很丰富 副驾驶前方有一个 长条形的储物格 内部还做了防滑处理 对细节的把握做得不错 总结起来 这台2000升全新荣放 稍微有那么一丢丢普通 它就是一台没啥稀奇的风田车 从居家的角度来讲 空间合理 安全性出色 细节考虑也很完善 最重要的是省油 并且风田的保值率 一直都是有口皆碑 但你要说它超值 我真的一秒都没看出来 所以我们对它 给出的是一个中评 可以考虑购入 但是绝对不值得加价 好了 以上就是 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给我一键三连 这对我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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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 还有就是要关注我 不要错过18号更新的 我们年前的最后一期节目 我是你们的日子 摸摸达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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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